墾田地區碧海藍天 望年吸引了大批觀光客 寒流來襲的前夕 更有碧寒出遊潮 隨著疫情解封 萊克樹卻逐年下滑 有飯店業者開了第一槍 房價動漲還降價 探言從去年暑假開始 訂房就差了兩成多 老字號的五星飯店登高一呼 和動漲降價 希望其他業者也能跟進 屏東熱門景點大洗牌 墾丁的人數銳減 根據交通部的統計 去年一月到十一月 屏東最多人造訪的景點 是車程的福安宮 吸引超過四百五十萬人造訪 而第二名是零後四零的 屏地森林園區 大鵬灣遊戲區派在第三名 舉辦了非常多的溫度 包括我們的四重溪溫泉季 還有我們的洛杉豐藝術季 還有我們最近的一個非常火熱的一個屏東燈節 那還有我們春節期間的一個熱博 都無非都吸引我們國人 都可以到我們屏東來踏青旅遊 屏東縣政府表示 包括了四重溪的溫泉等等 官方是舉辦了多樣活動 就是要持續拼觀光 在要吸引觀光客動漲之外 還會想想要怎樣努力 三天新聞注意榮 劉安靜綜合報導